今年是六四屠殺26週年 香港永久六四紀念館在建館一週年之際 增設遇害者跟幸存者的物品 而部分物品更是這個首次公開展覽 請看我們來自香港的報導 六四紀念館新設的生者與死者專題展覽 展出玉石劍圖成物證 部分由天安門母親張仙玲及徐爵捐出 張仙玲的兒子王楠遇難時僅19歲 展出他重槍時戴著的頭盔及眼鏡等遺物 頭盔上清晰可見紫探孔 還有寫滿學生簽名的T恤 北大學生胡向東的遺書等 支聯會主席何俊仁強調 不容當權者抹殺扭曲這段歷史 何俊仁強調 這些物證十分珍貴 鐵證如山 中共官員必須問責 並向受難者家屬道歉及賠償 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導